2024古装剧又有好多男神回归了 像是杨阳有凡人修仙传 罗云西有严心记 诚意有英雄志 肖战最近接下了大男主剧《藏海传》 还有《长相似爆火》的张婉义 邓维和谭剑次也有古装剧代播 之前网友也投票选出 2024古装剧最令人期待古装男神XB10 王鹤帝第九 邓维近前三 冠军又是他 网评2024古装剧最期待古装男神XB10 龚骏 龚骏和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有望于2024上半年上线 这部剧大家已经期待好久了 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以东方月初 与涂山红红的前世今生为主线 500年前涂山红红就下了小月初 小月初就以涂山红红的同样夫子居 500年后因果循环 涂山红红变成了酥酥 他反而成了月初的同样媳 龚骏的古装扮相一向帅 而这次他在狐妖小红娘饰演的东方月初 角色设定非常可爱 他节奥不屑而睿智 平时有些吊耳郎当 总被涂山红红评价为二货道士 关键时刻却十分冷静成熟 还是个爱吃的吃货 最爱冰糖葫芦 拥有满满反参蒙 网评2024古装剧最期待古装男神 Chop9 王赫帝 《大风打耕人》是2024年期待度非常高的古装剧 王赫帝搭档田锡威 找来坠绪的导演加编剧 并且是心理传媒加腾讯加粤文集团的三方合作 《大风打耕人》是一部古装大男主剧 和苍蓝爵那种仙气飘飘的风格截然不同 但王赫帝一样帅 《大风打耕人》讲述男主许七安 原是一名现代警察 擅长刑侦破案 后因酒精中毒身亡 穿越成为大凤王朝经兆府 下辖常乐县衙的捕头 他凭借现代所学 成功破获一桩桩离奇案件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Chop8 谭剑刺 谭剑刺自长相思之后 就成了大家很爱的古装男神 他的古装真的太绝美了 而谭剑刺 2024年除了长相思第二集外 还有一部古装剧四方馆代播 四方馆题材很特别 是一部古装探案清洗剧 谭剑刺搭档演技派小花周依然 四方馆改编自陈剑的小说 《西域猎王记》 讲述了身处一片小小天地中的原末 阿树 王昆吾 玉池华等四方志士胸怀理想 为家国和正义勇敢奔赴的故事 这是一部西域古装探案题材 四方馆为古代外交机构 这次谭剑刺的古装扮相 不走长相思那种先期路线 不过依然帅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Chop7张灵鹤 去年的云之雨 宁安如梦两部古装剧 让张灵鹤声势上涨 而今年张灵鹤的古装剧 依然存货满满 它会出现在杨幂的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饰演其中一个单元的男主 和陈独林组CP 这一对组合 想想都让人期待感拉满 另外还有和景田的仙侠剧四海言歌 以及和赵金脉搭档的 重生古装剧杜华年 比较被看好的是杜华年 张灵鹤饰演当朝首府裴文轩 和长公主政治联姻却相互误会 重生后揭开真相相爱的故事 人是很吸引人 网评2024古装剧最期待古装男神 X6 杨阳 杨阳在解释天下之后 又接下古装剧《凡人修仙传》 这样是优酷制播的大男主 阿斯加古装剧 杨阳搭档金城 讲述普通的山村穷小子韩丽 偶然之下跨入到一个江湖小门派 虽然自治平庸 但最后修炼成仙的故事 这次《凡人修仙传》 杨阳饰演的韩丽 不是什么四海八荒美男子 而是个平凡普男呢 书中描述他皮肤有黑 相貌普通 擅长逃命 不少网友也好奇 剧版会不会改人设 如果人设没有改的话 可能会有点出戏 毕竟杨阳的古装帅翻天了 看看杨阳这张脸 和相貌普通 有任何关系吗 演第一美男还差不多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X5 李宪 《国色芳华》是一部大女主经商古装剧 找来亲爱的 热爱的 杨子和李宪二搭 过去李宪在剑王朝的古装 扮相评价不是很好 因此一开始 《国色芳华》被不少网友唱衰 没想到路透视出后 李宪这次的唐风古装 意外不错呢 比剑王朝好看很多 《国色芳华》 讲述商甲之女和维方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 和离出户 她凭借培育西式牡丹的技能 涉足山海 和维方与隐忍折服的天子静晨 花鸟时蒋长阳做起了生意 种花创业 二人也暗生情愫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Chops 罗云熙 罗云熙2024 有两部古装剧代播 有望先上当的是搭档送意的《严新记》 这是一部古装爱情探案剧 班底还不错 东宫的编剧 家办是密堂办事商的导演 家常月静名造型指导 罗云熙要饰演拥有脸盲症的补头 她的古装扮相依旧在线 另外就是最近刚开机不久的武侠剧《水龙莹》 这部剧和莲花楼一样 改编自腾平的小说 也一样是大男主古装武侠剧 罗云熙饰演从意境来的神秘高手唐力次 《水龙莹》的装造非常华丽 看上去很有设计感 又不显俗气 穿在罗云熙身上特别好看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Chop3 邓维 邓维2024年的代播古装剧 期待值都很高呢 一部是云秀行 该剧由李同搭档曾顺希 邓维戏份虽然是男二 但人设的复杂性 其实不输男主 云秀行改编自日本清小说《采云国物语》 邓维饰演的查硕群表面上是个俊美 一无是处的浪荡子 其实是恐怖的阴谋家 邓维的古装扮相帅出新高度 邓维另一部仙台有数 则是试图虐恋仙侠剧 邓维搭档林后小花像寒之 仙台有数 邓维目前是出的古装扮相都很帅 无论是红衣摩尊 白发造型都和邓维很适配 不少网友都看好邓维2024年声势能够更上一层楼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超二任加伦 任加伦2024年 有三部古装剧代播 一部是大男主 奇幻剧烈焰之舞 更迹搭档行飞 一部是唐风之怪剧 无忧度搭档宋祖儿 一部是复仇全谋剧 流水迢迢 合作李兰迪和徐正希 从装造和阵容来说 无忧度和流水迢迢 期待值比较高 但无忧度 因着宋祖儿卷入桃楼水争议 因此能不能播还是未知数 而流水迢迢 班底配置都不错 任加伦这一身古装率翻了 网评2024古装剧 最期待古装男神 XB 成毅 冠军就是成毅了 2024年 成毅有一部武侠剧《英雄志》代播 《英雄志》和《莲花楼》 一样是武侠题材 改编自台湾作家孙小的武侠小说 故事很有看点 原著写进了英雄们 与时代间的相互激荡 成毅饰演的卢云既是书生 也是侠客 一生跌跌撞撞 却有着争争傲骨 人设很饱满复杂 除了《英雄志》外 近期成毅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王全篇也开机了 成毅的古装造型 一向不用担心 他在《英雄志》 狐妖小红娘 王全篇古装依旧气质出城 果然是大家公认的古装男神 窖地建设计 遍 prematu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